因為我覺得這幾年 因為武藥大帝我們舉辦了20年 所以在這20年中間我們也培養出很多舞者 還有編舞的編舞家 而且都越來越年輕 那我覺得其實對台灣的舞蹈 我的看法是應該是越來越好 可是我看到的是 因為就是武藥大帝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對於民族舞蹈的這些民間都會有點台詞 那我覺得希望他們能夠在自己 把我們老祖先五千年的文化裡面 傳承下來的文化 能夠再把它發揚光大 那所謂的發揚光大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找這樣子的素材 譬如說我這次做的龍奉詩 龍奉詩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以台灣傳統的異政 可是異政也是代表文化 並不表示它是一個正統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異政裡面 我覺得可以把正統精緻化 譬如說龍全世界都知道 Dragon就是台灣的龍 鳳 鳳舞 那早期的民族舞蹈裡面 有一支鳳舞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舞蹈 那最近幾年也失傳了 大家都靠孔雀 沒有說楊麗琳的影響 那我也曾經在長期的秋季的藝術季 我也編了一支鳳舞 那那支鳳舞已經列入日本的文化財產 那我覺得我們有這麼美好的這些 這些題材獅子 我們不要說了 萬壽之王 獅子在我們中國人來講 也是長得很重量很大的 很高的地位 所以這次我們特別也是從 這個北港 北港德義堂的那個 吳登星老師請他來特別 百年傳承 他是第五代的傳人 請他來教龍奉詩的文化背景 跟他的舞定 然後下午我們還讓他自己手做絲頭 做絲頭能夠讓自己上菜 下午 就是說不要讓人家覺得這種 民間藝術也好 保持所有藝術 就是說不要讓人家覺得很搖眼 這是屬於好像很多人都是這麼說 我不學舞蹈 所以舞蹈對我來講是很難的 可是我是覺得 希望能夠把這個舞蹈藝術 能夠把它在台灣炸根 而且我們也希望說 以後帶到國外的舞蹈 不要再次 其實我們的客家也好 原住民也好 他們的舞蹈都有很豐富的一些故事 可是我們在這個民間的宗教文化裡面 也有很美很美的故事 也有很深的那個文化 傳統文化的根基在那邊 希望能夠發覺更多的素材 去給台灣的舞者能夠有發揮更多 譬如說這個龍奉詩 你可以套傳統的民主舞蹈 那你也可以用現代舞去表現 龍奉詩的精神 而且是我們把多少年的這個文化的根基 維持發展 那帶到國外去 就會有更豐富的舞蹈 在我認為是 希望我這一生大概除了跳舞 就沒有被他